6月9日,刘浩存在社交平台晒出氛围美照,并配文 我有一个装满猩猩的口袋,里面七彩斑斓,甚是喜欢 随后有网友还特意留言称 存存,如果你的采访和每次临场都像文案一样有内容就好了 面对网友的贴心提议,刘浩存也给出了走心回应,表示 嗯,已经在改了,给我点时间等等我 看完刘浩存的这波回应,网友们纷纷赞其勇敢努力 随后,有网友质问他,刘浩存你没事吧 因为刘浩存刚刚所发的文案与自己早在2020年7月发布的文案几乎一模一样 随着事件不断发酵,刘浩存发文回应,称自己没有抄袭 中午吃外卖的时候因听了一首歌后有感所发 把自己的感受分享给自己的粉丝,并且用这首歌的名字作为第一句 以此来和自己粉丝的名字心存呼应 与此同时,刘浩存还透露因网友拿着一张没有源头的截图 说自己抄袭十分伤心,明明是自己写的文案却被人这样说 对此,你怎么看呢 接我们来打探政策 接下来打探政策 打探政策